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好样Promosa 新竹县五丰香桃山国小合唱团 多次荣获全国合唱比赛的优胜 101年双十国庆更是与声乐家一同领唱国歌 天籁美音受到肯定 为了将这些美好的歌声和泰雅文化作为记录 明基友达基金会协助录制发行专辑 期许透过音乐,让外界重视部落教育的环境 新竹县桃山国小合唱团已经有四十年历史 部落小朋友的天籁美声浑然天成 今年国庆日他们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 现在又要发行专辑 虽然练习过程辛苦 不过学生们都觉得很值得 很开心 因为现场给我们去唱国歌很开心 辛苦啊 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唱歌 因为我们很多的那个泰雅的音乐都没有那个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要那个录这张专辑给全部的人知道 可以学习到可以唱就是很多歌 而且有些是国语 然后我们自己母语歌比较多 这张专辑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明基友达基金会能够大力的支持 我们跟孩子约定好了 录下这十二岁的最美的声音 我们相约二十岁以后 我们回来再听这张专辑 专辑中收录了包括泰雅民谣 古调新创作歌曲和记录影片 除了为桃山国小合唱团的歌声留下记录 也让外界注意到 原住民的部落文化的教育环境现况 我们整个部落的一个嘎嘎文化史书 通常都是由歌谣来传承 那我们以前这首歌就叫做Lamu Hu 就是老人家唱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语唱 接着教导孩子唱这些我们泰雅的歌 那从里面呢让孩子体会到 以前泰雅社会传统的旧有的一些美好 部落里面很多需要值得关心 以及大家去思考 如何去让就是原住民小朋友 这么可爱的音乐天分 以后真的能在音乐上发挥 和都市相比 偏向的音乐教育资源较为缺乏 要往专业的音乐道路迈进 相对弱势 这群小朋友努力地展现音乐天分 希望让泰雅族传统的天籁美声 能够继续传唱 新唐人亚特电视房定国林秋霞 台湾新主采访报道